hello 欢迎学习爬出个人 那么上一个的话我们是讲到的这个beautiful sub啊 使用那个fund以及fundout方法去提取一些想要的元素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beautiful sub当中 另外一个比较强大的方法啊 叫做stack的方法 那么这个stack的方法的话 他啊 他虽然也是去提取那个元素的啊 但是他跟我们的这个fund的话有点区别啊 因为这个stack的方法的话 他使用的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就是说如果你使用这个stack的方法 你就应该要传立一个站的css选择器的字符上进去 好吧 好 那么什么叫做css选择器呢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subline啊 在这个地方我新建好一个文件 叫做index.html的一个文件啊 那么因为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ss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html文档当中用到吧 对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啊 我就是先跟大家在这个html当中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我们用到了一些站的css选择器 那么你把css这些选择器这个语法学会了以后啊 你再去我们再去这个pys当中使用这个stack的方法去获取详的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理解起来就会更加方便一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stack的方法啊 用到的是这个css选择器的一些站的那个语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讲解这个css的语法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构造一个这样的html啊 按个i写个写个html 然后按个type键啊 这个的话就出来了啊 好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下面我们给他加几个这样的标签啊 div 然后是这个地方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class就是boss啊 好 给他个class的话就是写起来好 就是写起来的话我们在这个subline当中写起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写个div 然后给个点 给个boss啊 这样的话你再按下type键 他就会自动的给你生成一个class等于box的一个这样的div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去写三个p标签啊 p啊 我们按个type键啊 那这个的话是那个第一行数据对吧 可能加低可能加低哎 可能帅不加低啊 在subline当中有点不一样啊 这是第二行 这是第三行啊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建立好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哈 就是我们呃在那个css选字机当中 用的比较多的一些这样的语法啊 好 那么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啊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查找标签名 根据这个标签名来查找对吧 呃 这样哈 因为在我们的hdml代码当中啊 如果你要在这个hdml代码当中去写那个 呃 写那个什么的css的语法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什么呢 放在一个呃 习惯性的会放在这个head当中啊 习惯性的会放在这个hide当中 然后的话在这个hide当中 再放到另外一个标签当中啊 这个标签就是style sdyle 啊 现在太不见啊 这样的话 他就生成了一个这样的style的一个的标签啊 那么我们所有的sensus代码 我们都写在这个style这个标签之间 明白是吧 style的话代理的是那样式的意思啊 sensus它的功能主要是就是去写那些样式啊 就是去实现那些样式 什么叫做样式呢 就比如说呃 这个字体它要这么大啊 然后的话它需不需要加粗啊 然后这个图片它要长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也需要羊角啊 然后的话呃 颜色是什么样的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sensus 这个样式来控制的啊 好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在这个style 币和标签当中去写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啊 要去哦 我们要实现一个需求啊 就是将什么呢 将这个呃 整个sm当中所有的p标签 把它的把它的那个背景颜色 全部都设置为那个粉红色 好吧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sensus当中的话 我们就这样去写啊 就是我们的话就直接写个p啊 写个p的话 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里面所有的p元素 全部都把它给选中 明白是吧 然后再按个写个什么呢 再写个那个花块 写个花块 再按下end键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可以去写一些这样的样式了啊 就可以去写一些这样的样式啊 那么呃 这些样式的话 就会针对所有的这个p标签起作用 明白是吧 我们这里面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随便打开一个百度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右键来检查一下 对吧 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你看一下他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这种选择 他这个地方看 是不是他选中的是所有的div 然后这个里面他给这个div 给他一个占定样式 就是display成那个blog 对吧 那么如果之前大家没有学过sys的话啊 可能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那没有没有关系啊 因为不不不不影响我们学习爬虫吧 我们学习爬虫并不需要啊 知道你这个房子是怎么建造的 我只要从你这个房子当中把这个数据把它给拿出来就可以了 对 你这个房子建议的再漂亮再好看啊 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是个意思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花块当中可以去写一些这个样式啊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写写 我们要去把它的那个什么的背景颜色把它给改成那个粉红色 那么我们就是backround的看了啊 写个什么呢 pink pink的话就是那个粉红色啊 可能加次保存下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p标签全部把它给选择了 好吧 好 再回到这边 我们的加算一下 呃 要不这样吧 我们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把它给关掉啊 然后再来到这边右键来收啊 open in browser啊 在浏览下当中打开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把三行数据啊 三个p标签 他的那个背景颜色全部都设置为那个粉红色的吧 对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p这个地方写 是已经把所有的p标签全部都把它给选择了 对不对 ok啊 so easy so easy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的话是通过这个什么呢 类名去查找啊 通过这个类名去查找 那么通过类名去查找的话 就应该什么呢 在类的名字的前面给他加个点号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找到了 明白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给第一行数据给他加个class啊 给他加个class等于那个什么呢 line一第一行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啊 就是要将line一啊 class等于line一的这一这一这一行数据 把那个颜色设置为那个粉红色啊 那么我们这段话就要去改变一下这个选择器的 好吧 呃 这个这这部分这个东西就叫做sense的选择器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去改变一下这个选择器 那么我们现在选择就是什么样的要求呢 首先我们是根据这个类来写的 首先我们是根据这个类来写的 那么根据类来提起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写个点啊 就写个点 然后这个 这个类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line一 那么就写个line一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class是等于line一的这个P标签把它给选择了 好吧 可能加斯宝之下啊 然后再回到流浪 叫做可能加双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只有第一行数据被第一行颜色甚至为粉红色 就只有第一个P标签被选中了 对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 如果我把什么呢 如果我把第二个啊 P标签把它的这个什么呢 class也是等于line一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啊 sense这个选择器 他也会将第二个P标签把它给选中 明白吧 我们这张可能加双下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把第二行也选中了 对 对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根据那个啊 类的方式去选择啊 根据类的方式去选择好吧 那么这种话大家也不要问为什么 哎 为什么我选择类的时候要加点呢 没有为什么 这个就是css的语法 没有为什么啊 啊 就是你在选习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要根据这个类就是这样子写的啊 就像是一一一为什么等于啊 没有为什么就是等于啊啊 记住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往下面看啊 下面的话是通过那个什么呢 通过那个id的方式来进行查找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好 要给这个p标签下面一个id啊 是等于这个line 2啊 那那那3吧 那3啊 第3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去改变了 改变一下这个选择机啊 加到那个什么呢 加我们首先的话确定我们选择的这个 呃 我们我们我们要根据的我们要查找到那个条件 是一个id对不对 那么一个id的话这个地方这的话就给一个警号 对吧 这个就需要给一个警号啊 那么为什么给一个警号啊 而不是给其他的呢 原来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样去写的啊 然后再写个什么呢 赖3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id等于赖3的这个标签把它给选中啊 也是这个标签把它给选中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加双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把第三行选中的吧 对啊 那么这个地方要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的sdm代码当中啊 呃 作为一个比较规范的sdm代码啊 一个网页当中整一个网页当中好id 啊 一个id是只能出现一次就是id等于赖3的话 这个id是只能在整个网页当中只能出现一次的 明白是吧 你不能说有两个p表签可能加低啊 两个p表签 然后的话两个id都是等于这个赖3 这是不允许的 明白算啊 严格来讲的话是不允许的 当然啊有些不公民不不暗广场里出牌的一些真的网站 不规范的一些真的网站的话 他也有可能乱来啊 也可能乱来就是在一个网 就在一个网页当中出现了多个同名的这个id啊 那么那那种情况下他是是极少数的啊 极少数的就是一些不太不太常规的一些真的网站好吧 呃 这个是个规范哈 id的话 为什么叫做id呢 你的身份证可以叫做id对不对 身份证是不是在全在全全球都只有一份啊 你的身份证号码在全我在全球都只有一份对 那么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啊 网页当中的这个id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啊 而这个class的话就不一样了啊 class的话他是在整个网页当中可以出现多个啊 可以出现无数次可以出现无数次啊 好那么这个是class啊 这个是以及id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组合的参照啊 组合的参照的话就是有那个啊 比如说啊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啊想要去获取这个p标签的吧 但是啊p标签的话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再给个p标签啊 这是第四行数据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将这个里面的这个p标签把它的颜色设置为那个什么呢 把它的颜色设置为那个把背景颜色设置为那个粉额色 那么如果我这个地方直接这样就行 如果我这个地方直接写了p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会将整个网页当中所有的p标签全部都把它给选中啊 对也是这样啊 我们的家说一下是不是全部的把它给选中呢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对吧 不太好啊 我现在需求我是只需要将这个里面的这个p标签把它给选中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往上面去查维基 这三个p标签是不是都是处在这个box 这个啊 div 里面啊 对 那么我们往上面去查找的话 就首先我们先找到这个i class等于box的这个div 然后再从这个div下面去找到所有的p标签 然后再将这些p标签把它的这个背景色设置为那个粉额色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找去找起来就会更加准确一点啊 对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可以通过这种组合的方式来写啊 首先的话我先找到这个boss 那么的话就是点boss啊 接下来的话我再去去下面去取那个p标签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下面所有的啊 这个boss下面的所有的p标签把它给选中啊 下面这个p标签的话就没有被选中了 因为他不在这个boss这个内下面明白是吧 好再来到这边恐怖的加栓下 这样的话第四行就没有被选中 前面三行就被选中了 对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呃 呃组合的方式啊 然后这种组合方式啊 就是跟一个跟一个空格的这种组合方式 他会把什么呢 他会把这个下面所有的子孙元素全部的把它给选中啊 他会将这个boss下面所有的子孙pp标签全部的把它给选中 明白算 比如说我们这边再给个div啊 然后在这下面再给个p啊 啊这是第0啊0 数据对吧 第0和数据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啊 他就像就是提取的所有的子孙元素 那么你这样写的话 他也会将第0和这个p标签也会把它给选中 明白算我们可能的加栓下 这的话第0还是不是也把它给选中呢 对好 那么如果我现在有一个需求啊 我只需要去提取这些别的这些这些p标签 关键话说 我只是我只需要将这个boss下面的 直接紫直接紫p元素把它给选中 那么这的话我们这样就不行对嘞 这的话是会把子孙p元素都把它给选中啊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语法啊 叫做什么呢 一个箭头啊 一个箭头的话就说什么呢 就只会去取到class等于boss的这个div下面的直接p元素啊 不而并不会而并不会把那个什么的那个孙元素把它给选中 好吧好 那么我们这本可能加栓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把它给选中了 好吧对不对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选中这个啊 孙元素啊 选中这个直接子元素啊 就是通过这个箭头的方式啊 通过这个箭头的方式 好吧 好 那么这两种的话是那个组合的方式啊 下面的话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呢 查根据通过这个属性来查找啊 属性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给个表达好吧 给个表达啊 一般 呃 给个表达啊 然后这里面有给个铺铺铺的啊 给个音铺的啊 这个是泰铺的啊 这个是泰铺的 然后这个这个类母是 用内容对吧 那孔的家 孔的社会加低付这份 然后这个音符的表情是那个password 别 大部分 好 那么现在的话啊 我要加那个什么呢 我要将这个类母等于 use name的这个音符的标签把它给选中 那么这是的话 我该怎么做呢 这是的话我就可以在这边啊 这样就想就是音符的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给个中话啊 然后啊 这个地方写起来啊 有点跟我们那个插吧死于反应的类似啊 但是插吧死于反的话 你写那个属性的话 时候应该要给一个ad file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sys选择器当中 就不需要去给那个ad file的啊 这是的话就是写啊 类母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user类母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类母等于user类母的这个input的标签把它给选中 明白是吧 好 那么再回到我们这张科目的家说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只有把第一个input的标签把它给选中了吧 对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把这个类母改成这个password 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科目的家试一下 所以就把第二个把它给选中的 对 好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sys选择器啊 常用的一些这样的sys选择器 好吧 那么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 呃里面啊 我们那个sys专业的前一段里面啊 还有很多的这种什么呢 还有很多这个sys选择器啊 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三个你必须要记住的sys选择器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讲的比较啊 讲的比较完全讲的比较规范的啊 那么站在我们的那个爬城角度的话啊 我们只要学会前面我这五种插着方式基本上就ok的啊 基本上就ok的啊 然后这些的话就是装对针对那个专业的前端开发者来准备了一些真的sys选择器 好吧好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不跟大家一起演示的啊 然后的话我把这个也把它给记下来啊把它给记下来啊 然后大家科学里面可以自己去尝试看一下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个笔记啊 来做个笔记啊 这是选择器啊 第一个是根据啊 那个根据那个标签的名字选择啊 根据标签名字选择就是啊 直接写个比如说p标签啊 就这样就可以选择了对吧 呃 事例代码楼下啊 就是p啊 这样的话就把它给选择了对吧 要是那个bacak 转叶d background color啊 什么一个pink的对吧 这样选择啊 好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根据根据那个看一下啊 是根据什么根据类啊 类名选择啊 啊根据类名选择 那么要要在类的前面啊 加一个点啊 事例代码楼下啊 那是那个点别说他的那个类叫做line啊 那 background bsg 主要用一个看了是那个pink啊 啊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就是什么根据那个id名字选择啊 那么要在什么呢 那个啊 啊 id的前面啊 加一个警号啊 啊 啊 事例代码楼下啊 比如说也是叫做line啊boss吧boss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啊不是拍死呢啊 是hmail css他就有预法高亮了啊 第四个的话啊 根据啊 查找查找那个什么子孙元素啊 那么要在什么呢 要在那个子孙元素中间啊 有一个空格啊 实力代码有代码代码楼下啊 啊 然后是那个 比如说 在这个boss下面查找搜索的PPS啊 我们就是给个空格的吧 还是background 他了啊 pink 啊 第五个的话是那什么呢 查找啊 直接子元素啊 那么要在子啊 那个负子 这个元素中间啊 有一个 那个大鱼号啊 实力代码楼下 楼下 楼下 那是那个警号 那是boss下面的直接P元素对吧 好 那是bskgmd color是那个pink对吧 好好 第六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工具啊 啊 属性的名字 信心 好吧 要是那个啊 嗯 那么应该啊 先写什么 属性啊 应该先写标签名字啊 然后在 在中博号中写属性的值 对吧 实力代码楼下啊 嗯 然后是那个啊 嗯 银铺的对吧 比如说这个类母 mame 是等于这个 呃 又是类母的这个对吧 啊 background 看了是等于这个拼的对吧 好 那么这是第六个啊 然后我们这里面再跟大家补充另外一个东西啊 补充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有些时候啊 比如说 呃 我是让这个 这个 地方哈 这这个我再加个div 然后的话也让他的这个啊 啊 克拉斯也是等于这个耐一啊 那一 那么现在我有个需求啊 我有个需求什么呢 我现在只想去取到啊 啊 这个 克拉克拉斯是等于耐一的这个div标签啊 而那些克拉斯是等于耐一的这个p标签 我就不需要 那么这是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是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选举这个啊 克拉斯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指定这个标签的名字 好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就是 div 然后给个点号啊 然后他是耐一 这样的话也可以把它给选中啊 把它给选中 可能加此房子下啊 然后再回到这边 可能加来一下 呃 这里面没有数据好 没有数据 那我们就给个数据啊 第 呃 div中的数据 对吧 可能加此房子下 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了啊 对啊 那么这个地方说明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说如果你再提取某个类的时候啊 然后的话可能有很多这种类 但是你现在 现在只需要去提取这个div啊 啊等于这个东西呢 这个元素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前面给他加个属性的名 加个这个标签的名字 好吧 或者是哈 如果这个地方呃 如果他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id的话 这地方你就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警号 明白是吧啊 改成这个警号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也是来补充一下啊 就是第七点啊 再再根据啊 类名或者啊 类名或者那个id进行查找的时候啊 如果还还要根据标签 可以标签名进行过滤啊 那么可以在类的前面啊 或者id的前面啊 加上那个标签名字啊 实力代码标签 而是那个比如说是div那个警号 对吧 然后是那个类啊 好 这个也可以啊 那是backround bh3 cg 对啊 我眼底 卡了啊 是这个pink对吧 还有是那个 div点来啊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css选择器的这些约法 我们就讲到这一半 好吧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 再跟大家把这个css选择器的这个约法 发现到我们的这个bit of stop当中 去选择一些这样的元素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吧 啊 感谢大家